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坦克在赛后接受了两个访问 说的话都是不太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结束了一场后接受BT Sport的访问的时候 就说这不是原本马斯耶的受伤情况 可能是另一样东西 好像他的背部有些问题 但当然他说今天在爱华顿的场合很重要 助攻了Anthony 但是之后在赛后记者招待会 他又说不肯定了 因为他说我要看看 我现在暂时都说不到给你知究竟有多严重 等多24小时 我就会有个答案 所以究竟马斯耶的伤是怎样呢 暂时都是无从技巧的 因为我想坦克也要做一些治疗 做一些scan才知道详细情况 究竟是旧患復发 还是有一个新的伤症呢 就真的不知道 但也是那句 马斯耶在曼联近几年 都是多灾多难好的伤病 好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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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廢查或是坦克自己本身都分工很清晰 另外就給了很多個人的資訊給他們 所以每一個教練都會跟個別的球員做一些 個別的資訊 令他們知道是怎樣做最好 所以他就說對於坦克暫時來說 教練團隊非常滿意 覺得大家都在進步 但是究竟 更加多仔細的情況大家都知道 八聯球員接受官網訪問或接受很多訪問 很多事情都不說得那麼清楚 說得那麼白的 但是我在Manchester Evening News 找到一個報道 就說得相當仔細 究竟坦克的 管理手法、管理風格 怎樣 在訓練裏面他要求球員什麼 還有他有什麼心理的 狀態 可以令到球員提升 都在這個報道或者這個訪問那裡可以見到一些端倪 而這個訪問就是訪問一個什麼人呢 就是一個叫Over Gore的一個球員 他 就是坦克 第一年去到GoHead Eagles這對球 的其中一位球員 最後這一季 他們的那對球是贏到荷蘭的 升班的資格 而這位球員Over Gore 我不如叫他Over Gore Over Gore整個球季 每一場球都有上陣 所以 絕對是坦克的一個重心球員 究竟坦克怎樣令到這對球一個小小的球會 可以爭取到在荷蘭那裡升班呢 儘管看看他究竟怎麼說 首先呢 Over Gore 就跟坦克原來有些前科 為什麼呢 他去GoHead Eagles的時候 之前他就在村敵打青年軍 而他在村敵打青年軍的時候 正正就是坦克 做村敵領隊的時候 有份 他不是做領隊的當時是有份參與 應該還是麥卡倫做領隊的 有份參與就說他在青年軍那裡上不了 所以就放走了他 所以呢 Over Gore原本就在GoHead Eagles外借了六個月之後 剛剛才簽了一張場合約 接著就聽到這個非常之惡號 就是之前放走了他的其中一位教練 就來了做他們的領隊 他說在季前賽的時候 他都覺得 都在糟糕了 九成九都不行 但是他也是一個很有決心的人 他就說 Over Gore說不要緊 我做到最好 希望可以用我的表現 去令到 Tana對我另眼相看 為什麼有些端倪呢 其實 他說最初派球衣的時候 他就安排了12號 因為另外兩位中場球員 給了6號和8號的球衣 10號球衣其實沒有人穿 但是就給了一件12號球衣 但是不要緊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也是一個很努力的球員 不停地做好一點 但是在這個季前賽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Tana不停地罵他 不停地罵他 究竟做什麼都好像做錯了 在頭三四五個星期 他都發覺是這樣 他 除了自己 我自己主觀了的感覺 亦都問了隊友 那隊友都說是呀 我覺得 不知道是否針對你 還是怎樣 他也是一個挺勇敢的人 他做什麼呢 他走去敲敲Tana的門 就說究竟什麼 原來Tana就解釋給他聽 他說原來 我覺得 你就是一些 類似 如果沒有東西推動你 你就是做到95%的球員 但是如果我令到你很生氣的話 你就很進取 會令到你的 表現 就會有110% 他也跟我說 其實呢 如果他每一天都這樣做的話 他肯定 他是一個 一隊的球員 亦都 會令他 繼續進步得很快 所以 他就明白到原來 Tana為什麼每天罵他 就是希望他進步 和 打著他 簡單來說 所以 這個是Tana 最初做領隊的 手法 很明顯 他就知道 你需要什麼的時候 就給你什麼 所以 這件事 令到Over哥 覺得 這個領隊 有些了道 雖然 初初以為 他很不喜歡我 但原來 現在又覺得OK 然後 Tana有些 有些要有多仔細的 就有一個例子 Over哥就有一個例子 有一次他把球員分了三批 他說第一批就要在1分50秒之內 完成 跑森林 我想森林不是很大 不然1分50秒怎會跑到 第二個群組就希望兩分鐘的時候完成 那麼 他們第二個群組就用了1分50秒完成 然後Tana就說 這樣是錯的 因為如果當我說叫你兩分鐘完成這個跑的時候 你就是兩分鐘完成 如果1分50秒也是錯的 他當時就想這個東西瘋了 發什麼 怎麼會這麼瘋的 亦都可以看到 為什麼 Tana其實很多東西 是 重點 長程 是很重要 每一樣東西都要像 他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完美主義者 那麼 當時來說 這個 Go Ahead Eagles 這對球 未有Tana之前 其實就在浮浮沉沉 但是 很明顯 Tana來到這對球的時候 就很想 做到 即是 立口威 希望可以做到這對球 他就說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他現在 Tana每一場 我們的比賽 都會早點去球場 去看看草是怎樣 給予一些意見 其實 大家以為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原來 Over哥說不是 其實他當時在 Go Ahead Eagles 這對球 每一天早上8點 去到 第一時間 就是看看 我們訓練場地的草地 他會直接跟 草地負責的同事 去討論 因為他說 希望那些草可以短一點 因為他就覺得控球很重要 他希望可以令到草地 近乎完美 令到球隊 可以在訓練的時候 或者是 例如現在 他在奧德福比賽的時候 可以令到他們的傳送 做到最好 你就可以見到 Tana一絲不求 而他現在在曼聯 亦都是在做 類似的事 另外 又有另一個例子 Over哥覺得很有趣 他在Eagle這對球的時候 他的房間本身沒有槍 他故意叫人 打了一隻槍 打了一隻槍 看著球場 看著訓練場地 每個球員都以為 這個球員是控制所有東西 很想看看我們 不是球場 說錯了 是看著 那個大 大廳 和 在跟衣室都看到一點 他就以為他想控制 看看我們 休息的時候做什麼 那些事情 誰知原來 後來 Tana解釋給他們 原來剛剛相反 大家猜不猜到為何Tana要弄這個槍 原來 如果 如果跟衣室裏面 裏面是補槍的話 球員不知道 領隊在裏面做什麼 又不知道領隊會不會在見人 聊天 做一些重要的事 所以 球員 敲門找他 那個機會性就低了 他做這隻槍 其實原因就是 希望球員 容易知道他在裏面做什麼 要找他的時候 就比較放心 或者容易找到他 所以坦克一些東西有時候你真的猜不到他 OK 另外說回訓練的時候 歐佛哥就說 其實他怎樣令到球員進步 這些事情很重要 他應該在曼聯在做 他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會真的落場 不停地重複 要他的踢法 重複踢法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 他每一次 不停地重複要踢他的踢法 只要有一個 動作做錯的話 你就要重新來過 在一個禮拜裡面 不停地練習一件事 然後下個禮拜就練習下一件事 練習好之後就練習下一個模式 練習好一個模式 練習另一個模式 只要任何東西做錯一點 他就會停 重新來過 歐佛哥就說 其實初初頭禮拜覺得很悶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慢慢慢慢跟著他 簡單來說他逼他們做 但是慢慢做一做一做一做的時候 他就發覺 在比賽期間 我們在無意識地 都會做到一些 做回這個模式出來 令到 我經常說 為什麼大家知道 大家球場上高 在哪裡 為什麼比球不是比位 不是比人是比位 為什麼我直接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比那個位有人 這些pattern 正正就是做到這個 所以他就說 就是慢慢慢慢 我就發覺 在這個球場上高 我們這樣做的話 就是 比賽 或者訓練的時間 就慢慢做出來了 所以 他這些訓練是絕對有用的 但是他亦都說 當他在 亞積斯或者曼聯的時候 他相信 他這些 死板的 不斷練習 應該會有一點點放鬆 由於球員的 級數 或者個人質數 比較高 所以 可能 就有一點點不同 他會調整的 應該 另外 阿坦克在心理方面會做什麼呢 他說很有趣的 他經常確定我們得到平衡 例如 有些比賽 例如我們輸3比0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們一些影片看 在半場的時候 看到這些 你們做得好東西來的 讓他們有信心 但是當有時候有些球 當他贏5比0的時候 他會調轉的 他會跟球員說 尤其是跟歐法哥說 你知不知道你很幸運 這球球如果 如果你 你漏了檢查你的對手 如果你沒有 即是沒有檢查 如果對手聰明一點 你們已經可能輸1比0 這樣 所以 他就說 其實為什麼半場的時候 有時候 即是 不如我們萬聯也看到的 即是下半場 就算萬成那場球 下半場出來為什麼有一點點不同了呢 又或者 對奧姆尼那場球 其實 坦克應該在半場的時候 真的有做事 所以這個平衡 他很重要 也 下一件事 他說對於 坦克的管理來說 是超級重要的 一件事 紀律 他說是 坦克很著重的 一件事 他說他很明顯看到 在萬聯也看到 為什麼 記得嗎 早兩個星期的一個訪問 就是 坦克 在僅尼室內 注重紀律 注入紀律的元素 讓大家 找回紀律 但是 同一時間 坦克也很清楚 我這些人都觸碰 和大家 好像一個家庭 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 我剛才說了 麥湯 麥湯一開始的訪問 就已經 跟Over哥說的一樣 就是說 坦克很緊張 他們 個人的事宜 家裡的事 令到 他可以知道 他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所以 其實這件事 真的 見到很多 坦克 其實 有些事 好像他在做一些 相反的事 但其實 又有少少的 不同 所以很多時候 令到球員 最初就會很 confused 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實際上 如果你願意問 他也很希望你去問 你問清楚的時候 他就會解釋給你聽 後來當大家 理解了大家的時候 就會越踢越好 這個就是Over哥 橙紅色 橙橙黃色衣服 這個就是Over哥 他就說 所以他覺得 其實 坦克為何去到每一隊球 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才可以令到 對球 上升 或者調整好 正正就是一個原因 大家要有一個理解期 而且他最初的訓練 其實很悶 大家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當你理解了 明白了之後 整隊球就好像 塌著了 當界來說 他們最初都是 最初的幾月都是一般的 但結果 在 聖誕節之後 從後 趨趕上來 就取得了 富家賽的資格 然後富家賽也成功地 贏了 所以令到他們 可以 升班 但是 球員 就很傷心 為什麼 阿坦克 就要告訴他們 他要離開這隊球 就去拜人 那麼他們的球員 其實第一個反應 都是很傷心的 歐法哥說 因為一個這麼好的教練要走 但是阿坦克當時跟他們說 其實是你們做到的東西 他幫到的東西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球員 你們自己做出來 是你們 achieve的東西 但是歐法哥心裡 就知道 說真的 如果不是你帶著我們 其實他會不會做到呢 因為 其實在跟著那一屆 他說原本的 重心球員那九個留下 他們也仍然記得 阿坦克教他們的東西 繼續踢上坦克的球 其實都OK的 但是之後 整件事都不同了 還有當時 他的球員雖然很捨不得 但是都明白到 阿坦克為什麼要去拜人 因為可以跟到哥迪好 學習 他都覺得 對於阿坦克來講 是非常之有用 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雖然他們很捨不得 但是也祝福他的 所以以上之後看到 阿坦克在管理球員的方面 有時候做些事 令人摸不著頭腦 但是當你明白了的時候 整件事好了 所以他現在在曼聯 只是一個很初步的時候 初初幾個月 很明顯都會有些上上落落 還有球員 可能都會有些 不太知道他做什麼的情況 希望 慢慢做下去的時候 他可以真的做到 他在曼聯 一直在構思的東西 而我們的球員 也因為明白他 而做越好 OK 另外 歐法哥現在 也是 做完球員 他都退役了 也 在村敵 做一些青年份 教練的工作 類似 走坦克的舊路 也 在這裏多謝 歐法哥接受 這個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訪問 令我們更加理解 多些 坦克的管理手法 也祝他 做教練越來越成功 這次就來到這裏 大家聽完之後 對坦克的信心 有沒有增加 如果你對 聽完之後覺得 真是好像這個人 有些人知道他做什麼 你就寫yes 打個y字 如果你覺得 也可能在 低級別球隊 就像他那些 很硬的訓練 在來到萬聯 行不行 你有個懷疑的態度 可以打個y字 即是你不是太信 仍然都半信半疑 OK 這次在這裏多謝各位相關收睇 拜拜